尤其是女生化妆比较简单 男生没有眉毛都可以做出一个有眉毛的感觉 这样的话因为妆容是自然的 所以接受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台湾的文秀技术跟国外有什么不一样呢 应该讲说国外的偏重于艺术化 就是它是打造艺术 可是我们台湾人偏重于自然化 所以就不一样 就是每个国家它有它的不同的分子 那我们台湾人就是做的像没有做的感觉 是我们最喜欢的 那婉婷老师也是文秀师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怎么看张玲老师 是业界非常有名资深第一把交椅 关注张玲老师 对就是我们的脸书上常常都会关注到 对张玲老师真的很厉害 对 所以在整个文秀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讲究自然 我们台湾是追求自然的 比方说那是讲越南 或者是一些欧美国家 它有追求那种夸张性的 就是一看就是做过的 对 他喜欢那种感觉 但是台湾我目前我服务的 大致动都是寻求自然 尤其是男生他更要求自然 那不是就是老一辈的那种文秀都会很明显 自然吗 但是以前流行对不对 早期的话是因为文秀技术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他们做的话就是用刺青的手法去做就变成刺青 老师要讲一下你在带学生的这个过程你一般都怎么样辅导学生 是不是在心态面要做一些准备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在带学生这一块来讲我教学时间也是比较久 那就是说有的学生他是有基础的比方说他会彩妆他会化妆 他相对来讲进入这一行就比较轻松一点点 但是有的人他是完全零技术 他可能去在工厂上班或者是做其他行业跟那个完全不相干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把手的教 那因为每个人的知智或者是说他的父性都不同 我们一定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程度 他的进度不同去教 所以我都是用手把手的去带学生 包括式的教学法 但是那个心态要做准备是不是就是不能因为觉得好像很赚钱 然后就不把基本工作好对不对 对所以说进入我这边来学习的行业 我都是自己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做准备 我就是用技师分享心态分享 比方说老师为什么现在生意那么好 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跟老师学 为什么客人花了几万块来做一个名单都愿意来找老师 市民排队对不对还预约 对是的 就是有的人甚至从美国他愿意花几万块钱的机票 来找我做这个名单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态 就是一定要把客人打造漂亮 不是为了赚钱 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可是因为你做得好自然就赚到钱 有用心 我们的目标不是赚钱 目标是把客人变漂亮 做得好自然客人就接不完 客人接收之后 客人变漂亮之后 他自然帮你分享 他愿意来给你做 因为他变得漂亮 而且他周周的朋友看到 他也会觉得他是习惯 对他就想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成长 或者是说客人很多 学生很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我的心态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赚钱没目的 对 因为你练功没有的要给你钱 对 你要大量的练功谁给你钱 没给你不给你钱 你就不要练了吗 但是你要你的想法是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技术练 我把客人变漂亮 我就能赚到之后 所以那个练功苦闷 就是个过程对不对 一直不停的扎平 辛苦的一个阶段 就是练功那个阶段